來來來 OK 好像播放看起來有點問題 不過不影響就是 反正就是其實這個題目 它可以拿來做onconference的長度 不過我簡報已經做好 我就不再給它衍生了 那就是我要介紹的是那個 Android裡面的一個機制 然後加上我們一些改善 那我是誰 我叫做Keto 就是 那現在有兩個身分 一個是在天大地大海科 大家那邊當學術奴膩 那另一個身分是說 在0XLevel那邊當一個熱血功讀生 那所以這個東西 其實是 我在那邊公讀期間做一個東西 那這個題目看起來又臭又長 不知道是什麼 那可能會有一個疑問是 這是說實論文的題目嗎 怎麼說長 然後那所以 我 好 所以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說 先來看一下 慢慢看這個題目到底在幹嘛 就是我們先來看一下什麼是Link 那就是Link就是說 就是你程式在載入的時候 你需要把程式載入記憶體 然後再去載入相關的Library 然後記得去做一些更新符號位置的東西 然後整個做完後 你才能去啟動你的程式 所以這 兩個時間加起來就是你程式的喜歡的時間 那 反正Link做的事就叫做Link 那 我們主要改善的部分 就是他relocation的部分 所以 到這邊大概知道什麼叫做Link了 那接著來看一下 呃 前面有一個PRE三個字 這東西的字頭就代表說 預先先去做什麼 所以 就是預先去做Link 所以 我們就能夠去改善這個relocation的時間 那 flink就可以減少你Link的時間 那 Link時間減少的話 程式啟動就會變快 那接著我們把幾個東西放在一起 PRE LINK等於Link時間減少 那程式啟動會變快的話 那就是 Android開機要載入很多程式嘛 然後 程式PRE LINK後 啟動速度會變快 那所以最後的結論就是 PRE LINK完後 我的Android開機會變快 那 其實 就是你的Android 已經有PRE LINK這東東了 所以 我是來騙台錢的 不過也不是啦 就是 就是 但目前Android使用的東西叫做 Local Pre Link 那我們來看一下回顧這個標題 Incremental Global Pre Link for Android 有一個字 Global O Local with Global 我們名稱上就大勝了 對 那不行 我們不能只有名稱上面贏 我要來看一下說 到底什麼東西 它強在哪個地方 就是說 假設你有一個Library 你寫一個Library 叫FOO 然後裡面有一個Function FOO裡面 呼叫兩個函數 一個叫printf 一個叫bar 那 所以這個程式裡面 共有兩個relocation printf跟bar 那 那 做完Local Pre Link後 它其實上還會剩下一個relocation 就是把 那個printf 因為它在 你的C Library裡面 它不知道它放在哪 那 Global Pre Link完後 它就沒有幫你relocation了 所以在這邊它大勝的地方是在這邊 所以Local跟Global的差別 就是在說一個只能處理 同一個檔案的資訊 另一個可以做跨檔案的資訊 那 所以 這東西到底有多厲害 不是只有名稱搶而已嗎 就是 聽說 在Nexus S上面 開機可以快 接近兩秒 不過 可能會有疑問 阿不是我 你做的嗎 阿為什麼要聽說 主要原因是說 因為我是一個窮阿仔 沒有Android手機 只有實驗版 沒有辦法測說 在手機上到底可以快多少 就是請Lab的人幫忙測的 那可能就會發現 我還是聽不懂我在幹什麼 反正聽完之後有個結論就對了 就是 用了之後 開機跟你的程式企通會變快就對了 那可能就是 題目最前面那個字被遺忘了 不過 就算了 那是細節 那可能要再多講個十分鐘才講得完 那最後就是 你可能也想要 這神奇的東西好像很厲害 可以變快 但是 反正這東西會open source 不過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open出來就是了 因為我只是個小小公讀 所以就是 有興趣的話 去找 那個0xLab裡面的老大們吧 然後 Talk就到這邊 應該 差不多吧 4分鐘 好 你有帶10鐘嗎 蛤 欸 對耶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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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